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Ew GTA5在9月17日的時候 迎來了10週年紀念 雖然官方釋出了3個主角的衣服 讓大家Online的主角能穿 來慶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但實話說還蠻雲淡風輕的 沒什麼特別慶祝的感覺 沒想到過了一星期 居然送了玩家一個大禮 就是讓佩里克島搶劫更難賺了 官方先前已經3番2次 削弱佩里克島的賺錢收益 像是從10分鐘的冷卻時間 延長為2小時24分 高價值目標出現率減少 還讓所謂看得到屍體等等 各種難度增加 沒想到這次又來了一刀 直接將目標物的價值降低 這樣慶祝10週年 真是有你的R星 顯然佩里克島成了 阻礙R星賣鯊魚卡的眼中釘 那麼來看具體削弱了什麼 首先是準備費用 從2.5萬暴增到10萬 增加了4倍 雖然聽起來還好 不過多了7.5萬 已經要打4次猜試才能補回來了 那麼主目標呢 請看這張表 馬德拉索檔案維持不變 星星蜜頭龍蛇藍酒 從90萬減少為63萬3000 紅寶石項鍊 從100萬減少為70萬 無記名債券 從110萬減少為77萬 粉紅鑽石維持不變 美洲暴雕像維持不變 具體來說 除了維持不變的項目之外 較為便宜的3個主目標 都被直接減少30%的價值 而且 馬德拉索檔案只能解一次 美洲暴雕像 只有活動才會出現 去年還只出現一次 因此實際上 價值維持不變的 常態性主目標 等於只有粉紅鑽石 接著來看次要目標 次要目標 會隨著主目標的價值不同 而產生小幅變動 比方說 現金 最小值為87500 最大值為92500 差距不算很大 這裡都用最小值計算 現金 從87500減少為78750 大麻 從145000減少為13500 古科鹼 從22萬減少為198800 畫作 從175000減少為157500 黃金 328333 維持不變 次要目標 除了黃金之外 全部的價值都減少10% 由於莊園內的黃金門 必須要兩個玩家才能打開 因此 黃金價值不變 可以看成 官方鼓勵玩家多組隊 也難怪R星從幾個月前 就非常積極地修正 各種單人開黃金門的方法 就是為了要讓 獨行玩家只能去拿外頭的減價商品 真是太狠了 此外 辦公室的保險箱 也從最少5萬 變成最少2萬 最大值則保持99000不變 也就是最小值減少60% 如果這些數字搞得你很頭暈 簡單說 前置費用增加7.5萬 常態主目標除了粉鑽之外打7折 次要目標除了黃金以外打9折 困難模式維持不變 價值仍然是收入增加1.1倍 不過條件也依然是 解完經過2小時24分之後 48分鐘內接任務 才能開啟困難模式 說真的很刁難玩家 總之 很明顯這次佩里克島 就是很直接的被大砍一刀 簡單粗暴 不否認佩里克島搶劫 在這兩年多都是玩家的主力收入 因此除了影響鯊魚卡收入 也影響玩家解其他任務的意願 但我個人覺得 誰不平衡砍誰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近期宏吉時的暗黑破壞人士 正式砍過頭把樂趣也砍光 導致人氣一切千里的好例子 就Yu的看法來看 寧可增加其他任務的收益 也不該用砍得了事 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甚至Yu覺得 阿星若不改善主隊敵艦 改善各種外掛肆虐 只是針對佩里克島開刀 意義還是不大 話說回來 阿星可能過一陣子 就來個佩里克島收入1.5倍之類的活動收買人心 也說不一定 但活動畢竟是活動 這樣一刀對玩家還是很痛 若各位有自己的看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喔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覺得這個影片很有用 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喔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 訂閱了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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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warz